进入广告 广告 恳讯视频里 QQ 看很抱歉 由于版权限制 您所在的地区 暂时无法播放该视频 你可以刷新或使用兼容模式播放 试试 使用客户端播放更稳定 立即下载 错误码 61101.13080.1 DF797DB191819928 093072756AB4983670201 我要反 快 播放 下一集0.0点直播 0点弹幕自适应 倍速0.5X 1.0X1.25X1 5X2.0X 倍速播放 在这里 全屏 到腾讯视频 观看此视频 下一个 即将播放取消广告 广告 50% 75% 100 Z0027X 8KK 播放模式 可秒 分辨率 1920 X1080 视频宽 高音量 50% 视频协议 CDN 下载速度 缓冲质量 帧数 错误 6111-01-130-80-1版本号 3.4.37 2018年8月23日15.40分10秒 播放流水 DFG97DB191819928-093072756AB4983670201 本地日之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 观看完整版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 WINDOW DATA VIDEOAR PUSHV800027X8KK IMG HTTP GTIMG.COM NOSAP LS0500559-6486-640-4800 DATA 视频 发车猜局 极高潮 阿龙索发车及出局 维特尔来到乔超海报 时长约1分6秒 腾讯体育 8月27日选 北京时间组了 F1比例是大奖赛 在斯帕拜托结束 在巴斯第二维特尔在第一圈 超越刘伊斯汉密尔顿 升至领先后统治全场夺冠 比赛开始阶段 柔尼科或坎伯格 引发的大车车导致三车退散 将许多车迷带回 腾线类似事故的2012年 也另一次引发了众多车手与车迷 对于当今F1安全性的热烈讨论 大车事故三位车手之类受伤车迷 感谢黑楼 比赛开始后 临跑阵营都顺利通过了一号弯 但此时 中油车阵中却出现了贝塞季 至今最为重大的发车事故 米科或坎伯格 引错过刹车点追尾费尔南多 阿隆索 后者失控的赛车 在静止滑向夏尔勒克 来然后腾空飞起 从摩内阁小将的索伯塞车上越过 三位车手在事故发生后 退出了比赛 但幸运的是三人好发无伤 两位当事车手表示 黑楼很好的在事故中提供头部保护 从视频回放来看 如不是勒克莱尔的黑楼进行阻挡 阿隆索的赛车在飞行时极有可能与索伯车手的头部产生碰撞 这一画面也让本赛季全新引入的座舱保护系统 又一次成为关注中心点 其中 阿隆索表示黑楼阻止了勒克莱尔的受伤 同时也有 大量车迷对黑楼给出认同 我觉得好事就是我们三个人都没有受伤 特别是夏尔 阿隆索说 我飞过了他的散车 在今天这起事故中 黑楼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回放来看这帮他避免的事故 这让我对我们拥有黑楼感到开心 我们已经无需证明 这是一个好东西了 勒克莱尔本人也认为黑楼让自己避免伤害 今天的事故中黑楼肯定起到了一定的帮助 但事故保持退赛 令我感到很难过 没载得刺车的领队托托沃尔夫 也表示 假如没有黑楼事故 也许会有更为严重的下场 当黑楼首次出现在公众眼前 并且在本赛系引入时 许多车迷对该项保护系统提出批评 但在本次事故发生后 大量车迷一致给了黑楼好评 我觉得对于黑楼的争议可以盖观定论了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阿龙索的赛车在撞到勒克莱尔的黑楼后有了反弹 谢谢黑楼 一位车迷写道 也有车迷从另一个角度来评论该次事故 如果没有黑楼 也许阿龙索的赛车不会真的撞到勒克莱尔的头盔 但无论如何黑楼的存在就像一层保险一样增加了车手的安全 虽然我一直觉得他很丑陋 所以我希望下一代黑楼会好看一些 汉密尔顿与维特尔在赛后对法拉利的引擎优势 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法拉利VS没赛的是汉密尔顿 法拉利引擎更好 比赛第一圈 维特尔在赛到大知道 超越汉密尔顿升至领先 并且在这一制胜 超越的帮助下统治比赛 在围场许多资深人士看来 德国车手的这一关键超越 依旧与法拉利在下休期前大幅提升的动力单元有着直接联系 赛后 两位当事人也就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这完全是法拉利有更强的动力 汉密尔顿在赛后说 他们能够在一号弯到奥鲁举 然后大直到 上输出比我们更多的满力 在赛到最后一段也是一样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但事实就是如此 维特尔并未给出确切答案 但也对车队的动力单元进步给出赞扬 我希望我们在动力上领先他们 如果真的如你们所说 那我想谢谢车队的动力单元工程师们 我们在过去两年中有了不小的进步 而且我们在下压力上也要小一点 所以可能在第一和第三季时段有优质 不可否则的 是今年在斯炮我们和梅赛德斯之间的距离肯定比去年要近 很高兴看到这一点 金城 还是很高兴看到更多的